人也一样入赌场 新歌请客 咬手家要同我 赌王何鸿生万贯家财 已经是一件无人不知的事情 去年澳门赌王去世的消息 引起很多人的关注 像他这样的人 也不往来这个世上走一遭 之所以何鸿生被这么多人关注 是因为澳门赌王的名气大 尤其是他的潇洒的一生 和辉煌的事业 更是让人羡慕 提起澳门赌王何鸿生 相信大家多多少少都听过他的名气 毕竟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的色彩 尤其是何鸿生的家族之间的事情 更是让很多人都非常的好奇 江山都不要要美人 这个不是事实 我会跟他讲的 如果你说要美人 看想我认为他大近视 红盘知己 湿湿碎 对我来讲 真是湿湿碎 何鸿生手里握着常人不可能拥有的财富 也过着只有在古代才能体会到的生活 大家在羡慕他有钱的同时 更羡慕他拥有四位太太 众所周知 何鸿生一共有四方太太 分别是李婉华 莱琼英 陈婉珍 梁安琪 每个人都有着不一样的风格 有的性感 有的温顺 所以在照顾何鸿生的时候 能够非常的全面 何鸿生家大业大 为了能把自己的家业传承下去 必须要伸出一些优秀的子孙出来 所以何鸿生在传宗接代方面 还是非常努力的 把每一个太太都倾尽全力 为赌王繁衍后代 何鸿生名下有17位子女 他的家庭关系备受瞩目 一直以来 澳门赌王都能够和四个妻子和平相处 并没有闹出太大的纷争 像鸿一你访问我 是我一定要陪何先生的话 我不会接受你的访问 这几天正好是按你们时间 我休息的 这两天刚好是休息 你现在一个月能够见几次 何先生就你们那个时间表是怎么排的 我们每三天见到一次 就两天见一次吧 我们一天就24小时 所以我今天两点钟陪何先生 到明天两点钟我们才换 而西太梁安琪是何鸿生晚年最喜欢的太太 和赌王结婚后的八年 一共生了五个孩子 梁安琪非常有头脑 跟着赌王学做生意 自己赚得盆满钵满 在当时梁安琪本是出生于小家小顾 因其有着很强的好胜心 凭借着亮丽的外表做起了舞蹈演员 还教会别人舞蹈 更是在一位学员的引荐下 参加了一个新人舞会 从而让梁安琪认识了何鸿生 这时赌王就看上了梁安琪 义武定情 之后29岁的梁安琪 嫁给了70岁的何鸿生后 便变成了何鸿生最宠爱的四姨太 婚后更是诞下两男娘女 幼女何超新更是在何鸿生78岁时所生 不少人也是好奇赌王究竟有什么特异功能 居然在78岁的时候还能让四太怀孕 很多人都觉得何鸿生或许是用了试管的方法 而关于这一点 四太梁安琪在采访的时候不小心说漏嘴了 他表示何鸿生其实很注重养生 也非常热爱体育运动 在40岁之后每天都会坚持游泳 一天保持打两次网球 喜欢锻炼跳舞的赌王 身体的摔倒速度更加缓慢 所以就算到了70多岁的时候 身体还与50岁差不多 自然也有让妻子怀孕的能力 这样的答案也是令大家大开眼界了 不得不说实在是人生的赢家了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点关注不迷路我们下期再见